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一颗来自中国的民用气球 那因为曾经飞越美国敏感的军事基地上空 早前被美军击落 美方目前已经从海洋中把这颗所谓的间谍气球 还有残骸还有碎片呢打捞上岸 并送往联邦调查局FBI进行分析 白贡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指出 当局从气球残骸当中找到了相当数量的电子及光学仪器 虽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具体的仪器内容 但科比表示通过这次的分析 美方认为这足以说明这是一颗间谍气球 然而自从美国大阵仗的出动战机 打下第一颗中国气球 以及后来接连发现的不明来历飞行物体之后 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持续恶化 针对这件事科比坦诚 气球事件确实让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但美国跟中国的外交官依然能互相沟通 只不过唯一遗憾的是 两国军方之间的联系已经处于关闭状态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承认 气球事件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至于早前美国总统拜登亲口表示 希望能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一事 科比却澄清 目前美国并没有正式向中国提出 要求对话的安排 美国在击落中国的气球之后 再用一枚市值40万美元的导弹 击落美国境内三个不明飞行物 如果美国总统拜登后来表示 被击落的不明飞行物可能跟外界担心的间谍活动无关 而近期有美国民间的高空气球俱乐部表示 他们在阿拉斯加海岸上空的气球 在美军击落不明飞行物的同一天内失踪 而这些气球的价值其实只是12美元而已 那这样的说法传开之后立马在网上引起热议 美国参议员库鲁兹嘲讽 拜登正在向任何有可能试图入侵美国的科学俱乐部 展现强大的震慑力 而美国兼总统特朗普的儿子也在推特发文抨击 说拜登正在利用高达40万美元的响尾蛇飞弹 来击落一些孩童的科学项目 另外英国高空协位告诉华盛顿邮报 美国的一系列击落气球的举动 已经影响到业余的气球玩家 他们担心高空气球会引来美国官方不必要的过敏反应 与此同时 他们也希望跟政府一起制定气球升空的规则 这样一来 除了能够让气球玩家安心 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美国政府省下高昂的导弹开销 毕竟用导弹来击落气球并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